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BA 关注一下山东南南 山东南南在本轮的比赛当中是迎来了北共队的挑战 客场作战 所有的山东球迷包括球队 都希望能够收获第三阶段开赛以来的客场首胜 尤其是这也是赛会制以来首次恢复住客场制度 如果说你把赛会制的比赛给取消掉 被不看起来的话 那么其实山东南南本赛期在客场 还是一场比赛都没有赢的 因为现在的客场才是真正赢以上的客场 那之前的那种赛会制的客场 那根本就不叫客场 但是很遗憾 这场比赛山东南南再次在开场阶段就挖了一个大坑 上半场竟然让对手得到了71分 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已经 没有什么太大进取心和斗志的北控队 因为他们已经打不进季后赛了 而且北控本赛期是进攻火力最弱的几只球队之一 竟然让人家上半场拿下71分 这完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 其实王涵在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遭遇到下课的危机 那么上一场比赛在主场战胜对手之后 作为球队第一核心的高诗言 是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希望球迷能够给主教练一点时间 不要在主场给他徐生 其实高诗言的那次发言真的给王涵挣回了不少的同情分 也有不少球迷觉得这个高诗言说的也挺对的 那么山东拿来现在的这个成绩 谈不上好倒也算不上非常的差 起码与他的实力是非常平衡的 算是一个没有惊喜 也没有太多拉胯的成绩 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已经是把高诗言上一场比赛 给王涵挣回的这种同情分全部都给消耗掉了 那高诗言在上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过 为什么他不明白球迷要去在主场虚自己的教练员 那我觉得这场比赛起码有三点能够看得出来 球迷为什么虚王涵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 那首先第一点咱们前面说了 山东拿来又是在前面挖上一个大坑 为什么叫又呢 这场比赛你之前要打激灵队 包括其余的打辽宁队这些客场 你在上半场山东拿来 基本上都要被对手甩开20分以上的分差 也就是说一旦到了客场 那王涵在赛前的布置都会有问题 我们知道客场你肯定是有难度的 对吧 面对对手的这种球迷的助威生虚生 面对裁判的这种比较明显的主场哨 这些困难 作为主教练的王涵 你究竟有没有考虑进去考虑清楚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吧 你的这种心理调节能力 包括在客场对困难的准备应对 你根本就是不充足的 这就是为什么山东队一大客场 就马上会面临大比分落后 基本上让比赛失去悬念的情况 那第二一点 我们再看这场比赛 尤其是球里打得好的时候和最后时刻 马上要把这个分差破进到个位数的时候 山东队的这些场上的球员的表现 所以说王涵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战术的 打得好与打得差 说到底就完全看球员的状态和手感 我手感来了 那我球里就打得好 我手感不来 这个球我就打不进去 那你这样完全就不需要靠教练了吗 你教练在场上的作用 就是在手感的时候 好的时候 能够给这些状态好的球员 拉开更好的空间 让追分的效率更高 那在手感不好的时候 我怎么样用防守 能够将这个局面给稳定住 把这个分差不要再继续破大 依靠防守再把比分给破进 但是很显然 你通过王涵所指教的这个战术里面 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第三点 就是说回到咱们开头提到的 那么成绩问题 其实就像咱们说的 总体看 山东南南的成绩 那还算可以 对吧 山东现在排在第八 你说山东这个投资 这个规模 包括整体的实力 大概也就是在第八名左右 可能往上上 最多也就上个第六 第七往下掉 掉个第九 第十 这就是山东南南的活动区间 所以说成绩 它的确是正常的 但问题咱们前面提到了 王涵他很明显 他根本就不会打客场 此前是赛会制的比赛 所以说他面对不了客场的压力 那因此这个短板 你暴露不出来 但是赛会制的比赛 只是暂时的 未来我们就是要打主客场的 那如果这个赛季 一开始就是主客场 这种打法的话 那你想想山东队 现在可能连几乎赛都打不进去 另外 为什么山东能够维持住 现在第八名的这个成绩 那还不是靠第二阶段结束前 丁伟带队的那波五连胜吗 那没有那波五连胜 脱底的话 现在山东南南 连几乎赛都进不去 所以说这个成绩 它是有水分的 因此我们说 就这三个败笔吧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 王涵真的是难堪大任